小童玩具 哇 好多奥特曼的人偶啊 诶 怎么回事 我的奥特曼人偶怎么变成变形蛋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变形看看吧 先来看第一个 这是哪个奥特曼的呢 这个是赛罗奥特曼 小朋友们你们猜对了吗 我们接着看第二个 就它咯 这样看你们能猜出这是哪个奥特曼的吗 我们来把它变形看看吧 哇 原来它是杰德奥特曼 小朋友们你们猜出来了吗 我们接着看第三个 这是一个黑色的 是黑暗奥特曼 那是哪个奥特曼的黑暗形态呢 如果你现在就能猜出来 它是哪个奥特曼的黑暗形态 那你一定是一个资深的奥特曼迷了 我们现在把它来变形看看吧 啊 是黑暗的奥特曼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看究竟还有哪些奥特曼 先看这个 这个是哪个奥特曼的 可有点难呢 我姐姐的呢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哟 这个有点像盖亚奥特曼 但是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 也没有实存的把握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嗯 我说的对吗 它是盖亚奥特曼吗 我们继续看 这个我已经猜出来 它是谁了 叹叹叹叹叹变形成功 它就是孟比优斯奥特曼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就它了 这个好像是一个 很古老的奥特曼呀 他的头去哪里了 哦原来是这样的 他的头藏在了盔甲里面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哪个奥特曼的变形弹吗 现在已经变形成功了 他就是泰罗奥特曼 一个很古老的奥特曼呢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奥特曼变形弹了 赶紧把它变形看看 看看他究竟是谁 叹叹叹变形成功 是赛文奥特曼 所有奥特曼都已经变形成功了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变形弹都变形成功了 那你们觉得这些变形弹里哪个奥特曼的变形弹最厉害呢 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哟 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